這個地方切過來的時候 在地圖中間這一塊 先做一個靜態的 就上禮拜的東西 把它放哪裡了 把它放在中間這一塊 不過現在是靜態的 我要把它變動態的 那做法上跟上禮拜都一樣 我們快速的來複習一下 基本上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把這個地方 快速的把那個 我們把它back一下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怎麼樣 第一個先在這個中間的地方 content的地方 中間內容部分 先做一件事就是 先插入一個DIV 這邊有沒有 插入一個DIV的版型 這個DIV版型 記得在ID的地方 給它一個名稱叫 Map底線DIV MapDIV 按確定 然後這個DIV裡面 要新增一個CSA樣式 所以請你把這邊切到CSA樣式 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 你找到ID 因為剛剛我們有個ID給它 它會自動抓到MapDIV 然後呢 你要放哪一個文件檔 我們就放一起就好 你不要分開來 比較不好管理 不過呢 我剛剛發現它剛剛預測是這樣 當然你再按確定也可以 只是你的CSS 它會把你寫到這個CSS檔裡面 OK 那我們用錦齒文件按確定 那做什麼事呢 方框 這邊按Auto 高度的話大概480 你將來可以試情況 方框的部分的話呢 可以顏色 我用紅色好了 然後樣式的話用SOLID 你可以用別的 你可以用什麼 雙線單線等等的都有 然後還有多寬 大概3好了 OK 按套用 好按確定 框框就出來了 那裡面的字可以刪掉 OK 那接下來的話怎麼做呢 再找到最上面的HEAD HEAD 頭的地方 斜線HEAD Enter一下 兩下 OK 然後呢去那個雲端上面 找上個禮拜的程式碼 複製這一段 把它怎麼樣貼上 貼到哪裡 貼到HEAD上面 然後呢把它Save一下 好 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你要做一個那個 地圖上去 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只是說現在不是動態的 所以切過來的話 它地圖會出現 不過我發現那個地圖 好像要需要一點點時間 它才會出現 好像是不是今天網路比較慢 還怎麼樣 要一下下 我剛剛發現奇怪 要low一下下 不過呢 這個地方出現的地圖 是單頁的 也就是說今天固定就那個 跟我們前面要的 點擊某一個 連過去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單頁 把它改成動態的 那動態的程式碼 其實我已經放在雲端上了 所以等一下有時間的同學 如果剛剛的部分沒有問題的同學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把靜態的兩段 這一段跟這一段 變成動態的 那至於有哪一些重點 其實主要 大概也不多啦 一定也是JavaScript 也就是當我載入這個什麼呢 JavaScript Mobile的時候 做什麼事呢 做去連結 by的 page show 就是當這個page 被顯示出來的時候 去get map 也就是說呢 去取得你現在的 那個地圖啦 地圖就這一段 那裡面的話 會對應到 有一個get GO 就是你的位置的那個 經緯度 然後呢 有經緯度之後的話呢 去把你的map給抓出來 不過是動態的喔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我們會利用那個 也是一樣 其實你會發現這一段程式 那會多下面這個地標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 中間這一塊 先做出來 奇怪怎麼low這麼慢 OK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看 中間的話 怎麼把它改成動態 來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